为了配合经济部推动辅导为登记工厂合法化政策 以及健全彰化线产业发展环境 彰化县政府是向内政部来争取通过 变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到附近特定区计划案 并且举办了辅导策略说明会 除了希望协助厂商来合法取得用地以及建造之外 也判透过大家的力量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 如果说离乱的地方我们先来有先来做 这样对多次的警官商业发展 才有长足永续的发展 为加速推动及提升高速公路彰化交流到附近特定区 为登记工厂合法化效益 彰化县政府特别召开说明会 邀请相关工厂业者 土地建设开发业者及工会团体等一同参与 彰化交流到特定区总面积有两千公斤 那四十年来政府一直都没有做通缓的检讨 所以在这里面 特定区里面 尤其是县东路跟张路路两侧 违章的工厂有七百多家 造成我们张路市跟陆港 这个都市发展景观不够大量 那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招商的说明会 邀请业者来 大家一起来配合 共同来开发 让我们所有在这里面的工厂能够合法取得用地 合法取得建造 高速公路彰化交流到附近特定区 总面积约一千九百六十三公顷 预有七百间未登记工厂 其中六处产业发展地区 面积为两百五十五公顷 预有一百多间未登记工厂 这六处产业发展地区 必须自去年十一月五日起五年内 以规定提出申请 目前开发总量为六十八公顷 政府针对这个都市计划的六个特定区 那已经从原来的申请的面积 最严格是五公顷 调降为两公顷 那针对这两公顷 地主可以释出一些诱因 就给大家可以去自行整合 做重划或者是委托开发单位去做开发 那目前管制是从六十八公顷 五年以内 也就是说业者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优先申请 希望各个开发商 或者是在区内或区外的地主 厂商有意愿都可以进来 我们都可以做相关上的协助 为彻底解决违章工厂问题 张花县政府期盼藉由宣导 与结合各界资源 提升业者推动办理 未登记工厂合法化的意愿 健全整体产业发展环境 记者重新以张花县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